奇奇 早上好 这个就是我昨天说到的 我种的那个小葱 我们中国常常起的 我们以前在金水杂起的那种葱 它 分斗特别快 每一两年就要分斗一次 这还是 就是取点分斗的 又长这么多了 那这一种呢 就是那种有红葱头的 它那个葱头不大 这是那个火呢 找先生分享的 这个也不错 但是我感觉到没有我们这个小葱 香 这一盆就是我分开 分了的那个小葱 今年才分的 所以这是刚刚上去的第一波 还不是那么壮 把这一波建掉了以后 它就温度一上开了 它就梦涨 这里边呢我就撒了一点香菜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把香菜拔出来 也起到一个松头的作用 再看这一盆 这一盆呢就是我说的 我们这边超市里头 埋里的种葱 它一般是拔起来 连根拔起来起 当然根可以不要 也可以的平底 给它剪开 这样起它还可以继续生长 但是呢它不会这么分斗 它分斗的就没得 能够我们小葱那么快 所以一般都是拔起来起 这是今年新种的 里边还有一些比较小 另外我还种了一小盆 这一盆呢就看得比较小 比较弱 但是不要紧 这是我刚刚才移栽了的 啥的种子 播种 播种在一个小盆子里边 然后它们长到 比这有一半大的时候 我就把它们移栽到这个盆子里头 过不了几个星期 就会长成刚才的那种比较大的 那种山东田葱 这两种是葱种子 这就是山东田葱 它买向这边超市 买的这种 嗯 这种葱 要把柱子倒出来 这是朋友自己收的 我今年也要自己盛种子了 各位打评 与朋友分享就这么一遍了 买的那个种子 就是这个种 你看 它满香 一遍 我们明天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一个圣篮 的 大洞 一个 小叶的 可以